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我们有不同的这个generation在我们当中 那这个信仰就是代代相传的 我们希望后继有人 那可是呢 我们作为 我们作为这个第一代的这个父母亲 跟我们这第一代的教会的 这个这一辈的 我们刚才提到说教会 现在年轻人在流失 那为什么呢 我常常听到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别的教会 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下一代ABC 他们跟着父母亲一起到教会来 但是一旦到了大学 甚至有的更早出高中 他就不来了 那么到了大学之后 甚至就不去教会了 甚至就是有的就是 即使是大学参加团契 大学毕业之后 他也不会回自己的母会来 那这种情形 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他 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培养教会的 下一代的这个年轻的这一领袖 有几样能做的 首先我觉得是当你看到你的年轻人 你有了现在有的年轻人 你要看出来哪一些 哪一些你要看出来哪一些是可以做下一代的领袖 领袖很重要 所以当你在找领袖的时候你要看出来每一个人他们有什么潜能 那你你找到这三个人说不定是三个人 你有20个20个年轻人找到三个 那你就可以帮他们 你要看出来他们有什么优点 每个人的优点不一样 那当你你找到了你可以把他们带进来 跟他们一起谈 我觉得给年轻人意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要培养这些领袖 就是你要自己带他们 第一你要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 就是这些未来你看出来能带领这个 这个年轻人的群组里面这三位或者四位或者不管几位 那你要看出来他们有什么恩赐 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样 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他是很好奇性的人 他比较能能想出不同的ideas 那你就让他发展 在开会的时候或者你跟他one on one一起 meet up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 你觉得我们应该有什么活动 或者你觉得我们在哪方面可以让我们的团企 每一个人觉得比较比较被欢迎这样 或是另外一个他很会欢迎别人 他很会建立关系 那你就让他开始一个welcome team 这些都是需要训练的 反正就是你要选找几个人 看出来他们的恩赐 然后跟他们讨论 鼓励他们 这是让年轻人听说 我在你里面我有看到这些恩赐 我有看到神 把你创造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其实年轻人如果你鼓励他们 如果你真的是然后很具体的说 我看到你能这样做 他们真的是会被就是 就是很被鼓励然后他们这样就可以往前跑 所以这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那么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 这个 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 培养他 那么不单单是做翻译也好 或者是带敬拜 或者是做这个教会的掌职 我想让年轻人他们感觉到 在教会里面有他们的一个成长 或者服事的一个空间 其实很重要也是我觉得上一辈 带 带下一辈 上一辈带着他 不是就 不是说就是 不让他有机会 也不是说就完全丢给他不管 对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这辈很想要很渴望的是 我们也需要我们很想要mentorship 就是所谓的这种 门徒带门徒制 师父带门徒 所以这也是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国语堂是一直在做这个 但是如果是像英文堂 也能够有这种所谓的门训 这种连长的带着年轻的 或者是信仰比较久的 带着信仰比较浅的 我想这事会是非常好 嗯